弟兄姐妹平安 愿上帝的喜乐平安进入我们的心中 今天的圣经传道书第七章第九节说 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 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 有一个故事说 有一位农夫 他挑了一袋蔬菜在大街小巷中叫卖着 巷口的一所大院里走出一位老人家 他挑了两根白萝卜 四个番茄就走回院子 不一会儿 老人从屋里出来 手里拿着一张画着萝卜和番茄的果画 交给农夫作为买菜的钱 农夫一把就抓住老人家 很生气的说 你这个骗子 你本想用假的萝卜和假的番茄 来坏我的真萝卜和真的番茄 农夫不容许老人家解释 一直叫着喊着 引来了一大群人来围观 这个时候有一位中年人走上前来 拉开农夫说 这样吧 我给你十蛋蔬菜的钱 你把那一幅画给我 行了吧 农夫一听 喜出望外 用画换回一把钞票来 沾沾自喜的说 我今天遇到了一个疯子 又碰到了一个傻子 其实这位老人家 是著名世界的国画大师 他所画的画 往往是价值连城 老人家本来想帮助这位农夫 结果因为农夫的急躁恼怒 而让自己受损 亲爱的弟兄姐妹 急躁恼怒 不仅显出我们是愚昧的人 更让我们失去水多美好的机会 愿上帝祝福我们 保持平静安稳的情绪 使我们与人的相处 有和平美好的互动 愿上帝与你同在 就会让我们与人的相处 一件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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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